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出訪回程 過境美國加州 這次行程最大焦點就是 美西時間5日中午 將與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會面 前天晚上許多僑胞已經抵達飯店 表示歡迎 很高興很興奮 可以再次看到蔡英文總統 主要是想要感謝她 在疫情期間把台灣保護得這麼好 當然我也要對台灣所有的醫護人員致敬 對岸的壓力是越來越大 我們台灣將來的前途 也是說很希望有一個安定 而且呼籲的國家 能看到一下大陸人民 其實它不代表中共的 所有的這些被洗腦人士 中共不代表中國人民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不同 所以說也讓台灣民眾 也讓總統看一看 我們大陸人民很多人是力挺台灣 眾議院議長在美國政壇未接中 僅次於總統副總統 麥卡錫將成為在美國領土上 會晤台灣領袖的最高級別美國官員 預計5日的會議上 還會有跨黨派議員與會 彰顯美國對民主台灣的支持 以上是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王滋毅 郭月希 在加州洛杉磯的報導 在加州洛杉磯的報導 帶在加州洛杉磯的支持 參加州洛杉磯的 詐 在加州洛杉磯的